那就像刚才德智提到的一样啊 2024年将是美国史上最昂贵的选举周期 总支出预计将高达159亿美元 继2020年花费151亿美元之后 再次成为史上最贵选举 那么这些钱从何而来 两党背后的金主 怎么向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捐款 巨额的政治现金又会给金主们 带来哪些丰厚的回报呢 在美国大选这项烧钱大工程里 逐渐竞选团队筹备竞选活动 分析数据投放广告 都是大笔开销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 1.1万个政治团体 为美国2024年大选活动 已花费了147亿美元 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数据显示 在美国2024年的选举活动里 来自200美元以下 小额捐赠者的资金 仅占所有筹款的16% 竞选资金的大头 无疑是作为金主的富翁和财团 2010年 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个人与企业 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的上限 于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运而生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捐款 或协调竞选活动 但可以不受限制地 花钱帮助候选人打广告 贴横服务 发宣传品 美国两党的金主可以随心所欲地投入资金 支持他们喜欢的政治候选人 据统计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 已有83名亿万富翁支持哈里斯 52名支持特朗普 支持哈里斯的知名富豪 包括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彭博社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等 支持特朗普的知名富豪 包括银行业富豪蒂姆梅隆 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等 据报道 已给特朗普捐款至少1.1亿美元的马斯克 在前几天甚至抛出钞票换支持的方案 力挺特朗普 面向七个摇摆州选民 举办线上抽奖活动 每天从七个州的部分登记选民中 抽取一人 赠予100万美元奖金 不过金主从不是助力实现美国梦的慈善家 一旦总统候选人最终成为美国总统 投桃报李是必须的 盖茨选择支持哈里斯 背后是为了维护医疗 气候等传统政策的既得利益 对于马斯克来说 则是特朗普的政策更加有利 他拥有一系列 涉及卫星 电动汽车 人脑植入芯片 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企业 这些企业严重依赖 联邦政府的合同和规则 而拜登政府过去四年 对他相当冷淡 长期以来 金钱是美国选举中的主导因素 谁能筹集到更多资金 就有更大迎面 资本的力量通过政治的权利 渗透影响美国社会方方面面 构成与金钱深度绑定的美式民主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 对美国制度的形容 一伙资本家投机商 成功哄骗普通民众 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 对美国历史学家